院长 各位市长 同工同学们 平安 很感谢学校的邀请 让我有机会可以在这个时间里 跟大家分享 我从学校毕业之后 我所学习所经验的 可以跟大家有一些分享 在开始之前 我先谈一下我自己的塑造的过程 或我成长的过程 就从进华神开始 我简单地讲一下 我记得进华神的第一堂课 是林道亮院长的灵命成长 他叫什么 生命成长还什么的 有一个学分的课 所有的课开始之前 就先上灵命成长 我现在记得两件事情 其他的都内化了 一件就是说 请你们 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里面 我们靠着人 没有办法爱主 所以那个爱 你要常常祷告 求主把那爱他的心给你 所以那个祷告 到现在我还做那个祷告 那是1985年的时候 另外还有一件他常常提 不只那时候提 课堂上也提的一件事情 就是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所以不要以为你站立得主 要常常求主保守你 好 这是那一堂课我记得的 之后就开始上课了 然后我们遇到一位老师 叫做赵天恩 他是中国福音会的创办人 那时候他教我们 那个中国近代教会史 那他提到一个 他研究的结果 研究的一个状况 就是在那个六四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很多传道人 宣教士都下奸吗 那之后慢慢会放出来 他从传道人被下奸到放出来 之后的那个状况 把他放入他的研究当中 他就发现一件事情 他就跟我们提培育这件事情 神职人员的培育 他说我们更正教 对神职人员的培育大概就是三年 那之后呢 我们大多就是进入服事了 那当然有一些有教导呼召的人 会继续的去读 可是他说整个 在天主教的培育系统里头 他们是至少十年 至少十年 那当中当然提到很多他研究的状况 所以呢赵牧师就非常 注意或者会非常强调 这个神职人员或服事者的这个培育 他很有负担 之后他也 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台湾 他就是会邀那个 加拿大维珍神学院的 那个灵修神学的老师们 Hosting还有他的同工 在台湾办了几次的特会 所以这也是让我注意 这个主题的一个原因 另外还有我毕业后 我在板桥林良堂服事 是1980年代就有的 那个板桥林良堂 那时候我们在那里接触的会友 都是第一代的 我自己也是第一代的 所以我们在那个牧养会议当中 我们一直在谈的 或者在考量 在思考在祷告的就是 一个第一代的基督徒 他怎么样 照我们的术语来讲 就是他怎么基督化 对吧 所以就有一个问题 在我的心里 我们的生命 怎么样从没有信主到信主 然后呢 信主之后怎么成长 我们生命的成长 有没有一个阶段 好 那有阶段对吧 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那各个阶段的记号是什么 到了什么状况你说 OK是这样 然后呢 OK有一个 sign出来 你就会知道 那现在是在什么阶段 这是那时候 我毕业之后 在服事的当中思考的 那也是一个生命的过程 的一个思考 一个属神的生命的过程的思考 之后我毕业四年了 碰到一个很大的困境 那个困境呢 显出来的一个状况就是 我不知道现在餐厅 还有没有挂着那个 林院长的那句话 就是那个 要吃得苦啊 挨得穷啊 受得气啊 要做得功 OK 这个在每一个阶段 这四项当中都有一项 会是你的挑战 比如说 我已经服事很长了一段时间了 我的童工都比我年轻了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以前受气的时候可以吵 现在受气已经不能吵了 要自己消化 所以呢 受气这个项目 偶尔还是会出现 好OK 我讲回当时毕业四年 我就觉得 当时林院长的这一个教导 或者当时老师们的教导 就是对于一个传道人 应该要怎样的那些教导 都对 我觉得都对 所以我也朝那个方向去 可是毕业后呢 四年了 我就发现 很卡 卡卡的 所以我就会 就出现一个念头 老师们错了吗 院长错了吗 没有啊 没有错 因为都是和圣经的 那我错了吗 OK 我也觉得我没有错啊 因为 这就是我的现况 我就是这样啊 OK 透过这个经验 在当中我去祷告 我去厘清 OK 我的处境是怎样 我是怎么想的 我把我的处境 把我怎么想的 我告诉神 之后呢 神也有回应 主也有回应 慢慢的 我整理出来一个东西 就是保罗所说的 在什么地步 按什么地步行 但是 不是停在那个地步 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标的在那里 我怎么样 超越自己的标 那个 现况 或者挣扎 然后我可以朝着 我的师长所教导的 我的师长 当然是根据圣经 就是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契机 也是在我对灵命塑造 这个主题 一直有负担的 一直在我心里的 之后我 毕业七年之后 我到韩国服事 那当然也是一个呼召 一个叫做 Jesus Abbey的地方 那是一个 Founder是Archettori三世 Archettori一世 是穆迪神学院的院长 二世是到中国 山东的一个宣教士 三世他在韩国 他创办了那个 Jesus Abbey 那是一个 基督徒的共同生活团体 同时呢 他是一个退休中心 一个retreat center 所以我就到那里 在那里服侍 我在那里服侍的时候 主要的 我面对的就是 会常常接触的就是 一些来退休的 传道人 牧者 神学生 所以我就从 我所服侍的这些牧者们 然后从这些神学生们 我更看见 这个主题 在神的国度里头 的重要性 或者是说 需要性吧 与重要性来讲 我比较体会到的是 它的需要 就是spiritual formation 或者到后来 我有一些学习 就是formative spirituality 就是塑造性的灵性 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好 这是我自己 从学校毕业之后 我的生命的 一个塑造的一些过程 那接下来我会继续谈 这个部分 好 那那个 我们就 今天我提供给大家的 是架构跟概念 架构跟概念 这是一个老题 老主题了 对不对 传道人与灵命塑造 传道人的灵性成长 这是很古老的一个主题 那希望这个 旧调 今天可以新谈 好 所以我会给架构 跟概念 那以前那个 领导院长常常说 我们需要举一反三 但是我的老师们 要求我们 那当时要举一反十 好 所以这是 就是我们可以继续探求的 好 我们先来谈一个 谈一下这个灵性 我们今天会谈几个 灵性跟人的存在 还有灵性塑造 这三个大部分 好 这灵性 大家可以看到了 就是有一些学者 对灵性的这个界定 第一位呢 Done 他说呢 这个灵性 当然不是我们可以看见的 是超越我们能看的 看得见的 它是一个实际的存在 为了达到人格整合的 人内心的一个渴望 所以你的灵性 就是你内心 为了达到你的整合的 一个渴望 而且呢 在这个渴望当中 你会去努力 你会经历一些事件 这整个整体 这整个运作 都是灵性 都在所谓的灵性当中 好 另外一位 他讲灵性是什么 是我们是受造的 我们是有灵的活人 这个呢 有灵的活人呢 从这个灵性来看 就是去探索 你会探索你的生命意义 对不对 你会探索你要怎么样成长 对不对 凡事呢 与人之所以成为人的 那个什么 也就是你的内在 你的存在有一个什么 这个什么呢 就关系到什么 关系到你有宗教性 对不对 关系到你有道德性 关系到你会感叹 你会赞美 你会歌颂 你会反省 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 跟动物的存在 是很不一样的 好 这是这个层面 好 接着呢 有一个就是 在我们的存在当中 这个Eret 他说呢 在我们的存在当中的 内在我们称它为灵 也就从我们深渊 我们存在的内处 会有一个朝向 有一个超越的层次 会朝向哪里呢 朝向一个终极的价值 或终极的存在 所以你这个灵啊 你的灵性呢 不只是你的一个 实质的存在 它还包括一个什么 一个动力 这个动力呢 就朝向一个 那个终极的 那个价值 譬如以我们来讲 是朝向哪里 朝向圣经的真理 对我们来讲 终极的存在是谁 是三一神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灵就是 我是一个灵性 人是一个灵性的存在 我这个存在呢 不是静止的 我的本质 这个灵性不是 本质不只是静止的 它是一个动力 带着我们 激励我们 往那个终极的价值 跟终极的存在而去 这是Aret的 那个对灵性的解释 接下来 Cindra Shenyeders 他在灵性神学当中 很有名的一个人 他说灵性呢 我们是灵性的存在 灵性有超越性 有自我超越的性质 它提供着 全人的生活的 完全的意义 我们这个人的存在 可以达成一个 整全 完全的意义 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灵性 灵性提供我们这个 所以呢 灵性就是什么 我们这个灵性的存在 不是封闭的 不是断绝的 不是自我中心的 乃是一个朝向我所了解 我已经把握的 那个终极的价值 而不断地自我超越 透过不断地自我超越 有意识地去整合自己的生活 而努力的 那样的一个超越的能力 它指 这是一个超越性 就是那个灵性 好 这是我们概略 我提了几个学者 对灵性的 这个定义 让大家 因为我们看不到 所谓的灵性 那借着 这样的一个描述 可以 可以有一些认知 好 OK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人 人的存在 我们的存在是多层面的 这个很容易了解 你有身体 你有情感 你有精神 你有社会性 那当我们在讲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样在 所谓的灵性当中成长 或我们怎样过一个 所谓的基督灵性的生活 就是在这几个存在 在这几个领域 这几个层面当中 让耶稣基督来做主 让神 让圣灵来介入 让神来 让圣灵介入 让神来做主 以至于可以过一个 全人的 就是whole person的 这个全人和谐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 所以当我们的生活是 在这几个领域 这几个层面 让圣灵来引导 以神为中心的时候 那么我们说 这是一个属灵的人 就像保罗说 怎么样 被圣灵引导的 跟随圣灵的 就是属灵的人 跟随自己私欲的 就是属肉体的人 所以呢 保罗不是说 人的哪一个部分 是属灵的 人的哪一个部分 是灵性的 没有这个思想 就是人是整体性的 当然有不同领域的功能 在讲功能的时候 有所谓的 你会讲说 灵魂体这样 可是在讲 这个人的存在呢 人是整体的 我想这是很基本 我们学到的 好 这个整体的人 整全的人 在圣灵引导底下 他就是一个属灵人 如果不是靠在 自己的肉体 那他就是一个属肉体的 不是我哪一个部分 是灵性 哪一个部分 不是灵性 我们继续看 你就会知道 我们就是一个 整全的人 好 所以呢 灵性呢 不只是某一部分 是属灵性的 而是呢 我们在基督里 走向全人 whole person的 这个整合性的生活 的实体 所以大家讲 这个所谓的和谐 不是你的 这个四个层面 25% 25%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呢 在圣灵的引导底下 进入那个和谐 好 另外呢 当 所以当我们在说 我们的灵性 是不是走得正确的时候 就是我们 是不是becoming 我们在整个塑造的过程 刚刚讲灵性 其实就是一个 在基督里的一个 生活的过程 好 我们就要看 在这四个领域当中 是不是和谐 所谓的是不是和谐 就是 是不是在这四个领域的 四个层面的活动当中 都让圣灵来引导我们 好 那呢 这四个领域的和谐 其实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可以呢 来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呢 像我们的过去 我们的现在 我们的未来 提出这个问题 那这些问题 这些提问呢 其实对我们 要走向这个全人的 这个成熟是相当重要的 好 第一个 我们可以问的 就是 我的历史健康吗 那这个健康的概念 健康的概念 应该是这样子的 大家知道 在东正教的神学里头 他用那个医治 得医治的概念 来表达救恩 那罪呢 的概念就是一个 那个疾病的概念 所以救恩是得医治 那这里讲 我的历史是否健康 那其实在讲 我的过去 或我的生命 是过去的经验 过去所经历的 是否在救恩里 也就是说 是否得医治 大家了解 我的过去 我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我是现在 可是不是切割的吗 我不是跟过去的生命切割 对不对 未来也一定会是连结的 好 所以呢 当我们在看说 我的生命的成长怎么样 我的路径是不是 一直的是走向 我所追求的 那个终极的价值 或终极的存在者 那我可以看一下 可以问一下 我的生命 是不是健康 也就是说 是不是被神的 救恩医治释放 好 那你可以看的是 你现在的想法 你的感觉 你的行动 这是呈现 过去就是呈现在 今天你的 你的思想 那个感觉 你的行动 那这是我们可以去check的 可以去看的 好 另外的 就是问你的现在 也就是说 现在我所处的状况 健康吗 那你说我拥有 我的现状的存在 那不如说 我就是我的现状 我的现状就是我 那这个比较是在省茶呢 在社会环境里 在你所处的 我们现在都处在 一个环境当中吧 对不对 在你现在的环境当中 你跟自己 其实这有一个 你跟自己 跟神 跟环境的关系怎么样 你这个关系是不是健康 那这个层面 也关系到 我们生命的成长 成熟跟塑造 好 那未来 未来是什么呢 未来是你现在的选择 是未来 所以呢 在 你的环境当中 你的处境当中 你是否以神为中心 以圣灵的带领 来做你的选择 你有没有勇气 做选择 譬如 我要去韩国 的那个地方 当我在省茶 我在为那个呼召 祷告的时候 你知道我在的地方是 三十八度县的东边 那个北韩军事 越一个山头就可以过来 大家有没有看那个什么 爱的迫降 就是一个山就过来了 然后我们的 Founder的太太 又曾经经历过 那个游击队过来 被吓得 所以当我在check 那个呼召的时候 有一天做梦 梦到北韩军来了 我这样躲在厨房里 后来梦醒了 我在那个床上 发抖 真的是 真的是发抖 然后我就赶快 我基本上都没有锁门睡觉 我就赶快从床上跳起来 赶快去锁大门 然后躺回床上 盖上被子 继续发抖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是不是在圣灵的引导里头 在做选择 我敢不敢面对我的选择 这是在讲人的存在 刚刚讲到灵性 是一个实存 是一个动力 带我们往 我们所追求的终极的价值 跟存在而去 那我呢 我们这个人 我们的存在是有多个层面 当我们在讲 我是属灵的时候 是在圣灵的引导底下 来过一个和谐的生活 这个有灵性的人 这个灵性的存在 在圣灵的引导底下 过一个整全的和谐的生活 然后我这个人的存在 不是只有现在 我受过去的影响 我的未来 也受我现在的影响 这是我们的存在 好 我们现在要讲塑造 灵性的塑造 好 灵性的塑造 是指一个人 可以走向成熟 那这个成熟呢 指的就是我们去成为 神所造的 那个唯一独特的我 就是 我们朝向神 走向神 走向那终极的价值跟存在 的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怎么样 同时是去成就 让圣灵成就 这个独特的我 好 所以这个灵命的 那个塑造跟成长 并不是单纯的 是一个抽象的表现而已 不是 它指的是 在具体的人的生活旅程 灵命塑造是具体的 你生活的旅程 好 那也就是说 在你具体的生活所在 我们现在具体的生活所在 你的环境 你的位置 是使我们成熟的 一个灵性塑造的场所 好 这里讲不是 不只是一个抽象的 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我们有没有一些 你不了解的信仰表现 有没有 在那个灵恩聚会当中 有一些具体的 有一些抽象 你不了解的表现嘛 对吧 他也经历神的能力嘛 对不对 好 或者你在内室当中 好 你在祷告的时候 你看见了什么异象 好 那也是一个 可能你也不了解 大家知道那个 Julian 14世纪那一个 英国的那个神秘家 诺威治的 Norwich Julian 他在内室里神给他 很有名的 在整个灵修史当中的 16个异象 好 可是那样的一个 他花了20年 继续的祷告 去了解那个异象的 那个意思 神要启示他什么 所以那句很有名的话 叫做 All should be well 就是在他的异象当中 神跟他讲的一句话 好 所以呢 不是不只是那样 整个灵命塑造 灵性塑造 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过程 很具体的 好 那现在就讲 OK 这个灵性塑造的场所 内容呢 灵性塑造内容 就是我的生活本身 场所就是我所在的环境 OK 但要看一件事情 这个场所 这个环境 对你来讲 是顺功能的 还是是逆功能的 也就是说 你现在所处的环境 你的位置 对你的生命塑造 是带来正向的作用 还是是说 没有作用的 好 OK 所谓的顺功能的 这个塑造的场所呢 指的是 给我们下一张 就是当我们 我们面对这个位置 这个环境 这个生活内容的时候 我是开放的吗 我是开放的心 来接受 是温柔的吗 我的心态是开放的 是温柔的吗 如果我对我的环境 对我的处境好了 不管是内在还是外在 我们是开放 是柔和的心吗 就像诗篇讲 那是诗篇吧 就是 不是诗篇 那个 那个 那个福音书里头 就是怎么样 温柔的人有福了 他们要怎么样 得地 对不对 好 所以就是一个柔和的心 一个开放的心 当我们面对我们 不管是内在 还是外在的环境的时候 是开放的 是柔和的 来接纳的时候 来回应的时候 那么呢 那就是以 对你来讲 那就是一个顺功能的 一个塑造的环境 那逆功能的呢 就是呢 当你面对这个环境 这个处境的时候 你呢 是忧虑的 你对现在 对未来 是忧虑的 那么呢 你心中产生的一个什么 抗拒 当你去抗拒的时候呢 它对你 就无法提供一个 塑造的能量 好 所以呢 这个环境 你的生活 你现在的生活 你的处境 你的内外环境 是否对你带来 一个塑造性的 这个功能 这个能量 全看什么 全看我的 我们的心态 对不对 全看我们的心态 我们是接纳的 还是是抗拒的 当然很多时候 一开始会是什么 会是抗拒的 对吧 尤其是一些 跟你的习惯 你的价值观 你的预期 不同的时候 其实通常是抗拒的 可是那个时候呢 我如果 来到神面前 承明我的想法 我的立场 然后把我的不满 跟神表达 之后 圣灵会引导我们 怎么样在我无法 譬如说 我现在就是在这里 当学生 我说你们 我当时在那个 丁州路那一栋大楼 我第一个学期 我很困难的 在那栋大楼里头 每天下课 我一定要去台大校园 为什么 很闷 很不习惯 要被关在一层 一个大楼里头 就是寝室跟地下室 寝室跟地下室 这样 我过了半年 才适应 所以在那个过程呢 要不要休学 要不要怎样 可是后来 当我在为这件事 祷告 我让自己去适应 去接纳 这次不是五十周年吗 我们就 同学们就 po很多当时的照片 哇 每一个人的脸 都是灿烂的 非常灿烂的 在那一段的学习时间 所以这就是 这个环境 不管是内在或外在 对我们是塑造性的 还是是负向的 没有办法提供您 塑造能量的 全看我们的心 OK 这是讲到塑造 我们的塑造 灵性的塑造 是一个具体的 生活的过程 那 是 全然在于 我的态度 如何去回应 如果我回应的 何以 也就是说 在圣灵的引导底下 那么呢 它就是我一个塑造的 材料 塑造的能量 好 我要介绍一个人 叫做 Edwin Vincum 他是一个 那个荷兰的 那个 他是一个 修士 他是荷兰的一位 那个存在主义的心理学家 那他写很多书 是有关 那个 灵性塑造的 或塑造性灵性 他呢 在就是 在那个 塑造科学的理论当中 他清楚的 他说明了神 所赐给人类的这个塑造的神秘 是塑造的奥秘 我们这个人的存在 是一个 这个塑造的过程 是一个奥秘 好 他 他具体的 做了一些说明 第一个 他讲我们的塑造 这个人 我们讲 我们这个人是一个灵性的存在 好 我们这个存在呢 这个人呢 透过几个层面 被塑造 就是社会历史的层面 也就是说 我们一定是生活在某一个时代 某一个社会文化当中 对不对 好 我们大的 从你的时代 你的社会文化 种族社会文化 到 你在哪个家庭出生 到 你在什么教派的教会 你的小组 你的团契是怎么样 这些都是塑造你的因素 所以你可以回想 你是怎么被塑造的 透过这个层面 在这个层面 你曾经怎样被塑造 可能有正向的 可能呢 有负向的 可能有一些什么状况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 另外生命的层面 我们在生命的层面被塑造 那个 那个医学之父 他说我们的生 那个 那个名字一下忘记了 好 他说我们的那个出生 我们有生理的特质 对不对 有遗传 比如说 那个是他提出来 有什么 胆子质 多血质 对不对 有年亿质 有亿亿质 然后呢 那个William James 他讲 他把人格分成两类 一类叫做什么 健康的心灵 一类叫做什么 生病的灵魂 不是真的生病的 他只是在描述那个特质 然后荣格 他也讲精神的特质 我们出生的时候 有精神的特质 譬如说 是思考型的 或情感型的 或者是感觉型的 那个直觉型的 在这当中有分有外向跟内向 就是这一些都是塑造我们生命的 而这一些也是跟我们继续往前 生命塑造 灵性灵命塑造 相关联的一些因素 相关联的因素 所以你如果要要求一个非常热情 然后呢 你很热情 很外向活泼的人 你要他操练 那个所谓的末观祷告 对他来讲 可能你就要多帮助他 可能就要多帮助他 这个是举一个例子 就在生命特质里头 跟生命塑造的关系 一个就是角色 你的出生 你现在的角色 你可能是爸爸妈妈 你是丈夫 你是妻子 你是男 是女 这个都是你的角色 你是传道人 你是神学生 我是什么 这是角色的层面 这些对你也是一个塑造的要素 也是一个层面 一个是超越性的这个层面 超越性的层面就是 神给我们有潜力 这个潜力呢 使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 或者我们可以 这个潜力让我们有塑造的可能 我们有发展的可能 譬如说我现在成熟到这个地步 我现在成熟到这个地步 我一定可以怎样 更成熟 我一定可以更成熟 就是他一定是往前 是可以往前的 但这个也牵涉到 我怎么选择 我怎么选择 所以这个灵命的塑造 它是自由的 你可以选择 这样往前去 你也可以选择停顿 那当然不会有人选择停顿 但呢 可能就不知不觉 因着某些原因就停顿 譬如忙碌 是使我们停顿的一个 很关键的因素 所以这是指超越性 就是这个超越性 超越的层面 可以带领我们不断的进入 那个成长 或者那个被塑造的 或者再讲 像耶稣的那个奥秘的 那个状况 好 这是Vincalm的 对于塑造的这个理论 那 这个呢 就牵涉到 那个我们的 整个 这个人的存在 各个层面 然后 我们的整个历史 现在未来 那当然 这里 刚刚Vincalm的理论 是牵涉到各个 那个层面 我们成长的各个层面 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 好 那 这里还有一个观念 这个 有人讲 有人用这个 Spiritual Exercise 就是练习训练 可是现在 通常不用这个 训练这个词 因为训练好像就是 你练习的就一定有一个 什么成果出来嘛 像音乐家 或者运动家 所以现在 潮向 那个潮流 就比较不用 Exercise 比较用Formation 的这个 这个表述 那为什么 因为整个塑造 其实是神的恩典 那 是一个在 基督里靠圣灵的 能力的引导 而前进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神的恩典 当然从创造 救恩保守 到这个设理 塑造 圣化成长 这整个过程 所以那神的恩典 是所有 在整个 这个塑造的过程 生命塑造的过程 的主要的 核心的这个动因 就是 由神而来 是恩典 但这个恩典呢 也邀请人的回应 所以呢 只有人回应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 继续地进入那个 塑造 圣化的过程 好 接下来呢 就是 这里刚刚已经讲过了 是需要去回应的 那就表示呢 我们是一个自由的 灵性的存在 我们有自由意识 所以呢 这个灵命的成长 灵性的塑造 是 那个 有意识的 去选择 有意识的 去回应 圣灵的引导 有意识的 当然 我们在睡 在 睡眠当中 神也会使我们成长 在我们不知道的当中 神也会使我们成长 但是呢 有意识的这件事情 对一个成年基督徒 或者成熟的基督徒 这是重要的 好 所以呢 整个基督教灵性塑造的 这个核心的活动呢 就是 与神 位格性的 交往 刚刚我们讲到 一个属灵的人 或一个 在灵命塑造的过程当中的人 我们这个存在有 不同的层面嘛 身体的层面 情感的层面 思想的 那个精神的层面 社会的层面 在这些层面当中 都 这四个层面当中 所经验的事情 都怎样 把他带到主面前来 你可以来祈求 你可以来抗议 你可以来 有人说甚至你可以来耍赖 或者你来协调 这样的一个 与神交往的过程 是整个 我们灵命塑造的 非常核心的事情 但从刚刚我们所讲的 我们的灵性 我们是一个灵性的存在 这个存在有不同的层面 这个存在有它的 现在过去 未来 然后跟我们的塑造有关联的 又有我们的社会文化 有我们的角色 有我们的生理特质 当然有我们超越的层面 但是这整个 怎么连起来 就是呢 在你的塑造的环境当中 在你的生活的过程当中 你所面对的 不管是内在的外在的 都带到神面前来 来跟神交往 接下来 我们要进入这个 传道人 这件事情 我这里用一个词 就是传道人的时代性 这是我自己用的词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 我是 被时代文化塑造的 我相信 我这个年代 跟你这个年代 是不一样的 那呢 你怎么认知 你自己是最重要的 我怎么认知 我是一个传道人 当然 有圣经 对传道人 或者不要说传道人 当然那个提摩泰啊 或者是谁 保罗啊 这些人都是可以效法的对象 但我呢 在我这个存在里头 我是一个怎样的传道人 我想要是一个怎样的传道人 我提这件事情就是 你怎么样 认知你自己的身份 我应该说 你的存在 跟你的角色 这里讲 在你是牧师之前 时间到了 你是一个人 这是我暗幕的时候 很多朋友给我贺卡 我都不想看 为什么 因为都是期望你成为一个怎样的牧师 压力好大 我觉得我做不到 但我妹妹给我的贺卡 只有一句话 在你是牧师之前 你是一个人 所以就回到我刚刚讲到 这个存在 好 所以认识自己 认识神 请问我还有几分钟 还是已经到了 三分钟 OK 好 就讲到这里 做一个总结 这个Penberg 他是德国系统神学家 他讲人的命运 就是神的形象 也就是生命的塑造 其实那个目标是什么 让神的形象 在我们生命中成形 那怎么样成形呢 他说 上帝天天时时向你什么呀 伸出手 你呢 你怎么回应他 你去拉着他的手 那么呢 一天一天神的形象 就在你的生命中成就 好 讲到觉察跟分辨 这是整个生命塑造 非常 key point 你怎么样去觉察你自己 你内在的思想 情感 想法 是从哪里 那个方向是什么 你是向着神的 还是你是背着神的 你需要去觉察 你的想法 你的情感 或者说你的价值观 是向着神的 是使信 忘爱 增强的 还是是反过来 是背着神 所谓的背着神 你可以说是背着福音精神的 是信忘爱 使你信忘爱 减弱的 你要去觉察这件事情 然后你要做选择 你要去做选择 当你选择 向着神 希望信忘爱增强的 那个时候圣灵会引导你 当然我讲得很简化 好 分辨 就是觉察了之后 你去分辨 你的方向是向着哪里的 然后你要做一个选择 你要做一个选择 好 这是整个的 我说 你的日常生活 你的生活过程 就是你宁命塑造的 题材内容 还有场所 观看 就是看你的心态 是开放的 还是是拒绝的 那么呢 你就要去觉察 你的心态 你的情感 思想是什么 做分辨 然后去做选择 好 我们协会 去年 今年有出两个小看物 第一期叫做身体与灵修 那今年三月的叫做情感与灵修 我有这个第二期的 有给学务处 还是哪里 有五十本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去拿 如果不够的 可以请同工 再跟我们联络 一个是身体与灵修 一个是情感与灵修 当中有一些专栏 其中有提到分辨 如果大家对分辨 分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对分辨有兴趣 第一期跟第二期都有 好 OK 那我的时间就停止在这里 把时间交给同学